我们便以为自己聪明 那目中无人觉得别人都不如我 殊不知 自己样样都不能跟人比 谁都比我强 世间人自古以来 无论中国外国 稍有一点才艺 就傲慢了 这余生俱来的烦恼 就会侵蚀别人 自以为是 这个稀奇很普遍 若什么有真善知识 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怎么会知道 自己不知道千辈也 自己误了自己 古人讲的聪明 凡被聪明误啊 人要学憨厚好啊 样样不如人 结果超越了一些人 他念佛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这个世界 没人能跟他想别 所以罚必须要遵守 真正守法的人 成就很快 一点都不难 那你看佛教给我 张家大师 我这一生感恩他 他教我那么简单 只教我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把那个得子去掉 更简单 看破 放下 看破 是薄弱的 是薄弱的 放下 是邂途的 只要看破 放下了 发生 就先前 凡夫成福 因恋之间的 六足 会能大死的 实现 是正常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只要你肯放下 你跟他没有两样 问题就在放不下 为什么要放下 自信 清净 心里头 一无所有 这就是你 你为什么要放下 放下之后 变发 结束空间 万事万物 你全明白了 为什么 一切发 不离死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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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